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之后我们先随意的定义一个Airboard 因为我们现在是图形的练习 所以对Airboard并没有太多的讲究 那我们今天先练习一个icon的练习 我非常随机的就是想了一个是 我们就画一个email的icon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难度也不是很高 然后我们除了可以定义Airboard之外呢 也可以在随机的定义Airboard之外呢 也可以在Airboard这里选择iOS的icon 也就是我们可以选一个适中的 我们看一下吧 就iPhone的icon吧 那iPhone的icon就是这么大 可能这边左边那个我定的实在太大了 但是我画大一点的话大家方便看得见 所以我这个iPhone的那个先删掉 如果大家在制作输出的之类的时候 还是要参考iPhone和Android的尺寸 好那我今天这边尺寸都是放大的 这是为了练习图形 好那我们想一下icon的话应该会要需要哪些元素呢 我们先想一下它需要一个信封一个纸 然后一个背景吧 我觉得我们就非常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一个Rectangular 我都是随机画的啊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的元素来调整 然后颜色的话我们先尝试着是一样的吧 我们先试一下 然后我需要一个信封一样的这样子 这个可能太大了 我们画了一个长方形之后呢 然后我想要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让它折出一种就是折出一种信封的感觉 我这里可以用钢笔来画 也可以用三角形来画 也可以用长方形来简洁画 都是可以的 这里可能画的是线了 我要feel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涂层的话 因为这个在最上面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涂层 这个在下面 选择的时候不能画画一个颜色 让我看一下蓝色 然后呢我刚才command c复制了一下 然后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flip功能 然后我这样可以折过来 折过来之后呢 我想让它有不一样的蓝色 是不是一个信封感觉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读码 因为当你使用这些细节的时候 跟你自己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从数字上看参考 我因为是随手画的 所以它并不是pip so perfect 所以我要到这个inspect栏 把这些小数点都去掉 大家只有在制作的过程中制作了一遍才知道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一个回事 如果你不制作光看的话 确实是很难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边境都snap to the grid 也就是它这个边境已经变得非常锋利 没有那个模糊的感觉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看到这里的边已经超过227 我们保证数值在宽度上是一样 高度也在宽度 高度也是跟这些数值一样 那这样它所有的边角 大家可以看到全部snap to the grid 我无限放大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放到最大了 百分之六千四百是最大的 这个已经完全在pixel 每一格是一个pixel 它已经完全在格子上了 所以你无论缩到多小 我们先把这个纸张移开 当然你在制作过程中 你完全可以在这个reptangle上写 这个是信封 或者这是一个letter 然后这个方块你在制作的时候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envelope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三角 我刚才画的时候 它是一个开口的一个path 然后我们可以在path地方选择closepath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三角形变成一个b口的三角形了 然后右边变成开 右边的话我们没把它改成b口的 b口的就是可以到pass 然后closepass 这就是变一个b口的了 b口的就是封闭的路径 开口的就是一个stroke 然后你是填里面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你在画的时候虽然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如果是闭合的路径的话 它是一个闭合的图形这样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颜色选什么呢 我们可以选一个 我们先看吧 我们先可以把这个灰色站定 然后这个letter的话我们先把它移到 它是需要在这两个中间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调整成很浅的颜色吧 然后这个录出来的地方 我们可以让它有一个比较鲜艳的颜色 这样 那这个信封上面我需要让它加演字啊 那其实我觉得这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加一个rectangular 然后这个数值大家随便看 我需要把border去除 然后这个的话灰色灰色也可以 但是我想要让它边较圆一些 变得可爱一些 那我这边复制 粘贴之前的复制的功能就用到了 然后写信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往下一边 然后 然后之前有一个分布的功能 大家可以试一下 平行分布 然后这边我希望它 再展开一点吧 可能太匿急了 按住shift 然后分布一下 然后可以调整长度 或者再拉开一些 这个在试别上你就可以不停的调整 特别是做icon的话 你肯定要做不同的version 然后一直调整 好了 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样了 那细节的话还没有特别多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加个什么细节呢 双点击 记不记得当时我们说过就是你在 我们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要一个是command r 你可以把尺打出来 sorry 你可以在overview这边 然后show 这个是叫show rulers 就是把尺打出来 然后你可以量一个角度在这里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平时比较脱懒的办法 就是我是要在这里画一个正的三角形 但是我可以通过画正方形来切那个点嘛 所以我通常做的方法就是拿一个物体去量另外一个物体 当然你也可以用尺量 这样子的话 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我是要加一个point 在这边我也需要加一个point 然后记不记得当时 双击的话可以把曲线切掉 所以我们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把曲线切掉的一个点 然后这边正方形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曲线切掉 确定这两个是直线 好 测定好之后我们可以这样 这样一个折的三角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像指头折下来的一个感觉 我也可以把这个三角形放大 然后我在这里调整我的刚才的那个point 然后调整到这个角度 只要snap to the grid就可以了 然后当你在看尺寸的时候 点击这个方形 看一下它的高度是294 整数就可以了 只要是整数都是pixel perfect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调整这个颜色 如果调整到全白的话 我们需要在后面加一个背景 我们试一下这样的一个icon 那刚才加的时候呢 我们要调整图层的顺序 我看一下 把border去掉 我们再试一个其他的颜色 这个太亮了 我们调一个麦子血润的颜色吧 好 如果是一个圆形的话 我们可以聚中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zoom看一下 就基本上你当然还可以just shadow 我们还可以在这圆里面填颜色 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希望想要渐变的 我还可以在这里选一个渐变色 然后我希望这个是从浅到淡 我们看一下这个改法 我希望从左到右 还是从左上角到右上角 右下角 或者是从上到下 垂直 垂直也不错 好 那这样子是有个渐变的效果 虽然我本人明明很喜欢渐变 我们也可以把渐变关掉 然后拉成flat flat可能比较好看一些 这个artboard我们也可以随时更改到 你想要导出的大小 这个的话 你按一下这个 点击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圆的size是多少 然后你这个icon就可以调整成这个size 然后你到时候选择好 然后聚中就行了 它都会snap 它会切到那个这个icon的周边的 所以这些我还没有开始加阴影 或者你想要添细节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这些步骤 或者你喜欢的方式 通过不同的方式去画三角 或者是开始整理图层 那这里的话 我们还没有做最后的整理 因为当你画完这些图层之后 你其实可以给它们每一个命名 比如说这些文字栏 我都不希望它这么零散地带着 我希望它们变成一个图层 这些就是lines 然后letter 就跟这个lines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个letter background 然后envelope 我希望envelope都在一起 但是 因为我顺序 这里比较麻烦的是 因为我顺序不能改变 那我这里 让我看一下 这个也属于letter里面的 OK 那这两个是front envelope 我们可以组一下 然后看一下 你就是一个整理的概念 这个就是background 那你当你整理好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的文件就会非常清楚啊 你的icons下面是有多少东西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接下去做第二个icon 就比如说这个做完之后做下一个 然后你这些尺寸都可以量好 所以啊 这就是一个练习而已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试作 或者是你想画任何你想描的一些东西 有非常多的icon 你可以下载下来描啊之类的 这个非常有帮助 好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就这样 拜拜